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刘 218元寿喜烧日料放蹄自助 有这个A级的这个雪花牛啊 这个三文鱼的啊 这个品质是不是 榴莲额杆不限量 就餐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会员是三个小时 然后会员可能有个10%的折扣吧 啊它比较贵的就有这些 大家自己看一眼好吧 咱们先把这个寿喜烧给这个煮了吧 是吧 哎呀呀呀 挺干净挺大的 就都进去 这是个什么牛肉我不知道 都冷里都冷里 这个是牛舌 A级牛 牛肉的品质没问题 牛脂香味很浓 有点冷了 饭里煮上 后期的牛舌片 还是很爽的 不蘸料的话我吃的正好 它应该是提前喂完的 好像是煮过之后又煎的 什么牛肉 挺嫩的 吃起来太平 我来说安格斯牛排煮了 兄弟们咱们这个吃饿杆 吃饿杆 可以啊 我在底下垫了块儿 菠萝看到了吧在这呢 但是这个菠萝好像拿不起来了 有点凉了 蒜香的鲍鱼啊 来一个尝尝味儿啊 尝尝 很好吃 哎呀很这个QQ的 弹弹的 咱咱刚才这个羊肉啊这是 还是牛肉啊 煮了好吃多了 什么东西来放一点 还挺香不知道好像是什么鱼子 放里煮了吧 龙井虾仁 这一共是给了6个是吧 来 榴莲 好像最近榴莲也降价了 也不太贵 这点榴莲吃完呢 得扎领芝一斗素 熬虾最近 把阿景肥劲 因为我不太会帮熬虾 忘了一事儿了 放点芥嘛 这个是酱油渥应该 来 耍一点这个醋啊 肉不是散了 是打得花斗 纹理之间都是这个白色的 感觉真棒 哎呀 嗯 可以 好品质的三文鱼吃起来 就跟吃大肘子似的 老顶了 这个虾子 它竟然是蓝的 就很有意思 没什么味儿 就别吃了吧 就算给它们扒完了 熬虾肉跟甜虾肉的个头 都不小 都挺大的 我就建议来最贵那一袋 就是218那一袋 有130多一袋的 但是比这个食材品质要差一些 来吧 嗯 不够 我感觉这个甜虾也挺好吃的 实话 我不太喜欢吃熬虾 但是熬虾更贵 来了 我媳妇帮我穿一下 那个串是我媳妇帮我穿的 她说这个必须得冠名一下 我同意了她的需求 要求 对 把刚才这个寿雪锅里面咱们煮的好东西 什么A级 什么A级牛啊 什么牛肋排了 什么雪花上哪大鲍鱼啊 都搂搂搂搂搂出来了 还有什么大鱼籽啥的 哎呀 煮了之后吃得真香 我又点了20份 吃得挺开心 建议啊 如果像我一样口比较淡的话 点菜的时候备注一下让它手放在盐 他们老板口 我吃的有点重 这个好像是牛仔鱼是吧 对 雪花牛 正 想上菜 这期啊 我估计画质不太好 用的是小米12US 13 犯修了 犯车了 我现在只能就是 跟我媳妇的手机 就勉强还在支撑着 知道吧 翻车的特别离谱 用麦克风拍视频之后 会自动有降噪 怎么射都消除不了 噪音到失真 这锅汤底啊 是这个大虾人 跟刚才那个 点的那个牛排 知道吧 叫什么A级牛 对 今天就这样吧 兄弟们拜拜了 走了 慢慢吃了啊 再见啊 再见 沈阳有什么好吃的 好玩的 别忘了告诉我 名字跟地址 老刘去拍 要兄弟们 这回 真老了 拜拜